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10月15日 星期五 我們這一節要跟大家 研究這個馬雲的逃亡 還有中國大陸的大亨 一群就是 商家大戶 一群超級巨富 現在 就像馬雲一樣 可能就要為求保命 現在也知道 馬雲基本上 身家都是被充公的 除了馬雲 馬雲就是因為知名度實在太高 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目標 其他人 是不是可以 幸免於難呢 這一節我們就要分析 現在這一群 所謂大媽傻 這群商家 這群巨富到底面對著中國共產黨 他們現在 可以做些甚麼 其實很好笑的 他們買的政治保險 他們買的政治保險不是我們一般人買的保險 我們買的就是保單 他們這個政治保險 保費相當昂貴 繼續跟大家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我們繼續保持 這個紀律 繼續開Google戶口 開新的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兩個頻道 星期二得道 以及星期二日報 繼續用免費模式 支持我們 繼續點擊廣告 繼續欣賞廣告 用無限loop大法 打開節目清單 記得用節目清單播放 否則就會去到另一個 頻道 播了其他影片 打開我們的節目清單 就可以從早上播到晚了 回公司也可以播放 下班也可以播放 接下來就是11月6日 本台就是網聚 第一次在英國搞一次 算是閉門集會 希望大家 盡量可以出席 我們應該 凝聚一下 凝結一下力量 凝聚一下 大家互相鼓勵一下 也會有研討的地方 其實大家當作聚餐就可以了 當作聚餐就可以了 當作聚餐就可以了 像集會一樣 只要約一起吃飯 如果你有朋友 不是聽開星期二得道的 你也可以 邀請他們 當作一個活動 出席 當作一班 香港人一起吃飯 一起營聚一下力量 一起叫一下口號 甚至乎我們一起唱歌 所以這個活動不只是聽眾 如果你有朋友在英國 可能一家大小來了 有些朋友不是聽眾 你一樣可以邀請他們 當作出席一個集會 只是要一起吃飯而已 這也是小任務 給大家 除了介紹給朋友 介紹他們一起出席一個活動 也是一個 不錯的方法推廣 我們繼續研究 馬雲和這班 政治 大媽傻 這些商家 大媽傻 如何買政治保險 除了說馬雲 還要說另一個富豪 這個叫做王堅林 王堅林 就是大連的曼達集團的董事長 據稱 副身家 淨資產都是300多億 美金 王堅林就是中國富豪榜裏面的首富 他在2013年的時候進入了福布斯 中國富豪榜 他當時的資產的淨值是860億 就是人民幣 成為 中國大陸的首富 到了2015年的時候 全球的富豪排行榜 王堅林就以242億美元的 身家 超過了馬雲 成為中國大陸的首富 全球排名也到了29 在2015年8月 甚至乎 王堅林就超過了 李超人 李嘉誠 就是 都被他擊敗了 當時 以2600億人民幣 取代了 全球華人首富 李嘉誠的地位 中國大陸 越有錢 越危險 其實 馬雲 大家已經見證著他 近乎 好像被雙規 所有職務都被解除了 逼他要賣一些股份出來 最近 馬雲下了香港 事實證明是兩點 第一就是馬雲 已經 沒有了 能力了 他已經把所有的東西 全部 全副身家 交給中國共產黨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你也看到中國共產黨的眼中 香港 就是中國大陸裏面 徹底的一部分 完全受控制 換句話說 他覺得那個租界 不存在 他根本就不覺得這裏有特別的 行政區 他已經覺得徹底 將香港變成了中國大陸一部分 所以 馬雲即使在 在香港出現 也不代表他 逃得出中國共產黨的五指山 馬雲在香港出現 跟很多 名人密會 也有這個 萬達集團 剛才所說的這個首富 王健林 原來他11日的時候 一起出席 一個 汽車的戰略合作儀式 王健林 跟他的總裁 宣佈 所有 高級的管理人員 全部都改為 要乘坐 中國的 紅旗轎車 這個就是我們所說的 政治保險 害怕不夠紅 害怕自己被人傷窺 害怕被人充公 現在 就要 買政治保險 就是要求 繼續讓他做下去 香港傳媒竟然有報導 這個很久都沒有聽過的報紙 英文虎報就說 有消息人士 揭露 馬雲原來就是 10月1日已經在香港出現了 就在香港參加 大大小小不同的聚會 看到很多 就是生意拍檔 然後就在 13日就離開了 這件事的路透社也有報導 馬雲這次來香港 就是相隔了一年 馬雲有香港身份證 如果你說要計算身份證 他也是香港人 所以這個 所謂 持有香港身份證 其實在我們的定義裏面 不是等於香港人 如果你要計算的話 你要計算孟晚舟下去 當然這個香港人絕對不符合 我們對香港人的定義 我們香港人 就是在2019年 政治立場從事反政府活動 被香港港共政府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實行政治迫害 的群眾就是香港人 這群香港人所以 絕對是不計算藍絲在內 支持香港警察 支持香港政府對 香港 市民進行 政治迫害的人絕對沒有資格成為 香港的公民 假如我們將來建國 我們一定要建立公民的身份 有很多人 拿著香港身份證 是沒有權成為香港人 他們這群人 如果真的有機會 他們一定要 嘗試一下 做二等公民 三等公民 四等公民 甚至乎 麻煩你拉回大陸 不知道大陸存不存在 現在這個現政權 大陸這個地方當然存在 所以你細心想想 是不是可以沒有這個政權 眼中 所謂中國和民族的存在 其實當然是可以 所以根本 無論你怎麼覺得自己 怎麼中國人 根本就沒有必要 擁抱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個就是共產黨最怕 有人提出 所以我們就一定要提出 當然他們 就算中華人民共和國 倒下 分裂 解體也好 逆手也好 甚麼也好 這些人 就不知道自己做了甚麼 他們到底當自己是中國人 還是甚麼呢 但是這班人就沒有資格 成為香港人 你說這個有沒有可能發生呢 即是香港 獨立成國 香港獨立 其實就等於香港建國 基本上沒有獨立完之後 不是一個國家的成份 就算你是 獨聯體 你也是獨立國家聯合體 你也是 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這個 應該將那個 訊息 其實就是傳遞給美國的鷹派 就是蓬佩奧 我們應該要將我們的願景 要香港建立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 捍衛民主自由 成為民主國家 的其中一個 一起去為全世界捍衛所有地方 的民主自由 爭取民主自由的人民 這個就是我們香港人 建國的願望 這個願望 一定要告訴蓬佩奧 差遠了一點 沒關係 因為下節原本也打算說蓬佩奧這件事 馬雲這些 百分之一千就不是香港人來的 就算身家被充公 他們也不會支持香港人爭取民主自由 他們跟大陸的一部分人不相同 大陸的國內的人民 他們沒有香港的身份證 但是他們可能一直以來都支持香港爭取民主自由 那 部分的國內的人民 我覺得如果 我們當現在是FF討論 我們應該建國的話 我們應該要接納 他們就是 一個渠道 像現在英國接納我們香港人成為公民 到時我們就製作BNO visa 五年來這裡 再加一年 我們可能就給他入籍了 我們真的應該要向著這些方向進發 所以請大家 我們除了 政治 也很需要經濟力量 經濟力量一定不可以 是 糖水滾糖魚的社運 運漲的運 一定要真真正正去做生意 就算你是在開一個 外賣檔仔 做外賣生意 賣飯盒也好 你是一個 不需要任何 支持黃色的人 來放下捐款 你也能夠 做到 經營到 生存到 甚至乎賺到盈利 這樣 就是一個成功的方向 我們必須要有大量的人 從商的 從商的人要組織起來 馬雲這班人 根本就不是香港人 但是就來這裡 繼續在這裡談生意 黃健林這些人 超過了李嘉誠 就做了 首富了 現在就繼續買政治保險 向共產黨黑命 我們要做的事是慢慢建立好這個經濟實力 也都將 那些 香港人有機會支持 我們 那些商家 就是向我們這邊拉攏 跟他們做生意 跟國際上應該跟台灣做生意 跟捷克做生意 跟立陶宛做生意 跟英國做生意 跟澳洲做生意 跟日本做生意 當我們賺到錢的時候 就是 繼續 建立這個建國基金 而有這個基金 我們就支持美國的 政客 尤其是對付中國共產黨的 政客 支持他們的選舉 我們可以找美國的公民去贊助 因為他們有捐獻法的 這件事也在英國應該要做 這就是猶太人模式來的 這就是猶太人的方向 不是等一千年 猶太人 應該由二次大戰開始算起 其實是幾十年 我們說的那幾十年 不是二次大戰之後的那幾十年 是說的那幾十年就是以色列人 就是這個 建國的情緒高漲 一定要自己 實行 自我保護 這群人為甚麼 那麼害怕中國大陸呢 因為中國大陸就是有槍有炮 這個就說得難聽一點 其實最壞打算 最壞打算 你 不是很支持香港建國 不是很支持香港人也好 你不可以 好像那些 藍絲一樣 公然跟你作對 你逼到他變成中立 不敢歸邊 或者不敢表態 或者心情 精神上支持你們 行動上不敢得罪共產黨 那其實已經成功了 這個成功就是政治上將他變成中立 最低限度不是你的敵人 這個成功就是長遠在那個商場上 中國大陸就是因為有這樣的集體杯葛能力 動用官媒動用 14億人民 勒索商家 當我們有足夠的 其實我們香港人 黃色經濟圈的邏輯很簡單 因為我們有幾百萬人 幾百萬人都是 賺到食 賺到錢 有生意 有自己的經濟體系 任何人都要買你們怕 所以 將來 香港人 從商 要買政治保險就應該買香港政治保險 所以這節 就是 中國大陸就是用強權 使得那些 商家巨富 要向他屈服 我們不是要逼他屈服 但是你一定要 逼他 不可以向中國大陸靠攏 我們這一節講長了 我們就講到這裏 我們下一節就是講蓬佩奧 我們這一節講到這裏 拜拜 我們第二節講到這裏 本來的 我們一整個多次的 第二節講到這裏 本來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